我是大卫 看一下越南人修房 看一下越南人修房 对面在修了 修三层楼高 下面有一个 就是搬砖的 用小的吊机把砖搬到三楼 然后这边工人再去 他们干活速度很慢 这个房子的话修了有 快两个月了 才修到第三层 修三层高 这房子的话55 55个平方 一共五个人在这边修 快封顶 那么快封顶 全框架 框架 钢筋 钢筋很细 特别的细 细了个空心砖 空心 他们这边的房子都是自己买地修 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很多小区 这边没有 你看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小区 看不到什么小区 只有那个前面 这个好像是公寓 就那么一栋公寓 其他的都是这种网 但是这个地很值钱 城市上面的地 特别特别的值钱 而且这边是第四区 靠近市中心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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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市中心吧 市中心的话地很贵 裁은 很凝固 东南亚这边的 就是这边靠近南方了 越南的南方 特别特别的 一年四季都是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26度 冬天的话也是26度 夏天更是40度 你干活的话 在这边干活 晒得很黑 特别特别 看一下他们 都在砌这个墙 很快 今天应该能砌好 把这两面墙砌好 明天就开始 弄了上面的钢筋 全框架的 房子修得很 就是四四方方的 就像个长方形 长方形就是长方形 正方形就是正方形 然后你看那边的房子也是 四四方方 很像那种法式的 法式的建筑 有钱的话就刷上好的油级 没有钱的话就不刷 随便偷一点 随便偷一点 还在修 这边这个房子的话 承包那个施工队修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面 看一下这家人怎么修房 今天天气还好 不是特别热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面 拜拜 拜拜 拜拜